狐狸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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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歲 而他的爸爸48歲 有一天爸爸對狐狸貓說 兒子啊 當我的年齡為你的三倍的時候 我就送你一輛機車 慶祝你成為大人啊 爸爸一說完狐狸貓就非常興奮 他迫不及待想要知道 到底自己幾歲的時候才能說到 爸爸送的機車呢 他苦思了很久 突然想起最近在數學科學到的 一元一次方程式 聰明的你 可以按照步驟使用一元一次方程式 幫助狐狸貓解決問題嗎 首先我們假設未知數 先假設X年後 爸爸的年齡為狐狸貓的三倍 接下來就是最關鍵的步驟 也就是獵方程式囉 嗯...好像沒什麼頭緒耶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用線段圖 來幫助理解 紅線表示爸爸的年齡 藍線表示狐狸貓的年齡 左邊代表過去 右邊就代表未來 那麼經過了X年後 狐狸貓和爸爸的年齡 應該從今年的位置往哪邊移動呢 答案為A 答案為A 因為向右的話代表年齡增加 而X年後年齡會比現在增加了X歲 所以我們要選A 因此經過了X年 狐狸貓的年齡變為8加X歲 爸爸的年齡也會變成48加X歲喔 此時爸爸的年齡為狐狸貓年齡的三倍 請問下面哪一個劣勢 可以正確地表示這句話呢 答案選B 觀察線段圖我們可以看到X年後 爸爸和狐狸貓的年齡關係囉 太好啦 我們終於列出方程式了 3乘以括號8加X 等於48加X 接下來進行第三步 解方程式 我們先把等式的左邊去括號 會得到24加3X等於48加X 此時啊 狐狸貓又想起了課堂上學到的遺項法則 狐狸貓上課很專心耶 狐狸貓說 先把行為之數的每一項都移到等號的左邊 再把不行為之數的每一項都移到等號的右邊 這個過程當中要注意 一項之後要變號喔 然後等號左右兩邊都要做同類項合併 就可以得到2X等於24 最後兩邊同時注意2 得到X等於12 太棒了 終於求出答案囉 這代表12年之後 狐狸貓就可以拿到這份禮物囉 我們最後來驗算一下答案是不是正確吧 我們把X等於12帶入線段圖當中 可以算出12年之後 爸爸是60歲 狐狸貓是20歲 欸果然爸爸的年齡是狐狸貓的3倍喔 光陰四見 歲月如縮 12年之後 當狐狸貓收到機車這個禮物的時候 卻發現鑰匙孔上有一道密碼鎖 爸爸說 再出一道題給你 輸入這道題的答案就可以打開密碼鎖啦 蛤啊 那有什麼難的 今年 伯父的年齡是賣賣的3倍 20年後 伯父的年齡變成賣賣的2倍 請問賣賣今年幾歲呢 讓我們再幫一次狐狸貓吧 首先假設未知數 假設賣賣今年是X歲 接下來就是獵方城市囉 因為今年伯父的年齡是賣賣的3倍 所以伯父今年是3X歲 再來20年之後 伯父的年齡是賣賣的2倍 所以我們可以列方城市 3X加20等於2乘以括號X加20 先將右市去括號 再做一項 就能得到X等於20 所以賣賣今年是20歲 得到正確的密碼之後 狐狸貓終於解開密碼鎖 並且開心騎著自己的機車出去玩囉 最後總結一下吧 運用方程式解應用問題有四個步驟 1.社會之數 2.列方程式 3.解方程式 4.寫答案 果然 只要掌握這四個步驟 沒有什麼問題是難得到你的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2. 4. 5. 5. 感谢观看